服饰店拉开铁门准备营业 但店员的心情相当郁闷 不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而是代班的同事把发票开错了 这把他给吓坏了 就是这张卖衣服的发票 上面的金额用阿拉伯数字 写着968块钱 下面用国字写的数字也是968 但后方的栏位却是万元 等于这张二联式发票 开成了968万 女员工吓到在高雄凤山 当地脸书社团发文 说代班人员开错发票 让他心情荡到谷底 整晚睡不着觉 希望当天买外套的客人 能把发票拿回来 让他重开一张 他发票开错他当下没有发现 直到下午有客人的时候 他发现他打电话给我 又传照片给我的时候 我吓死了 文章被大量转传 导致服饰店总公司 跟门市的电话被打爆 店员也无奈地说 当下是真的急了 没想太多 才会用发文的方式 请网友写讯客人 因为台出发票不是968万 那开成968万啊 那如果要补税或什么的 我怎么可能承担得起 然后我自己po 我不知道造成公司的困扰 电话被打爆啊 这也是无心之过啦 对啊 有时候是比误啦 其他民众也觉得 女店员何代班人员 不是故意的 忙中有错 情有可原 事实上开错发票 国税局那边也有 补救方案 希望店家来向国税局 申请更正 只要店家主动申请更正发票 国税局就不会开罚 不过事不过三 第三次错误 国税局就会依法开罚 罚款的价格是第三次发票的金额 百分之一 最低一千五 最高一万五 这次代班人员出大包 吓坏正职员工 下次开错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东森新闻林晨阳 在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